普通人拍的逆光 暗淡 没有氛围 会摄影为人拍的 进入到专业模式 测光方式选择矩阵测光 ISO选择100 快门速度选择1% 白平衡选择7100K 我们来拍看看吧 这样高级的黑底照片你拍过吗 其实我们可以修出来 我们要进入到Snapseed 点击工具 选择曲线 把右上角锚点拉到底部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蒙版 开始涂抹主体物之外的所有空间 这一步可以涂抹得细致一点 涂抹完之后 我们再次点击工具 选择镜头模糊 略微调整一下虚化 好了我们来看看效果吧 普通人拍的广角照片 无论怎么拍都还不够广 会摄影的人拍的广角照片 点击更多 选择全景功能 把画面移到最左边 注意保持稳定 点击拍摄 然后向右缓慢移动 感觉差不多了 我们再次点击快门停止 来看看效果吧 普通人拍摄的烟花 单调 暗淡 会摄影的人记录下的烟花 进入到专业模式 测光方式 选择中央重点测光 ISO选择125 IS快门速度选择3.2秒 白平衡调到6600K 开拍 我们来看这效果吧 你拍的星空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会摄影的人是这样拍的 进入到专业模式 ISO选择1250 快门速度选择30秒 对焦方式选择MF 并且拉到无限远 白平衡调整到4500K 开拍 我们来看看效果吧 你平常拍的日落 是不是这样的 画面平淡 过曝 看看会拍照的人怎么做吧 进入更多 点击严实摄影 倍率设置90倍 时间无限时 ISO调为100 快门速度为3200分之1 对焦选择AFC 白平衡选择5000K 静静等待7分钟 拍落日星空题材 位于福建三明市的游戏县 古星河景区 喜欢摄影的人一定不想错过 漫天的萤火虫 壮丽的自然风光 随手一拍 超级惊艳 一起来看看 7分钟的日落拍摄成果吧 普通人拍的萤火虫 一片漆黑 啥也没有 会摄影的人拍萤火虫 来到古西星河景区深处 进入专业模式 ISO选择6400 快门速度选择30S 对焦方式选择MF 无限远往回来三格 开拍 让我们看看萤火虫森林吧 打开相机专专业模式 M是测光模式 矩阵测光适合逆光拍摄 中央重点测光适合拍风景拍人 点测光适用于舞台或者客人艺术帐 ISO是感光度 越大越亮 但是放点也就越多 S是快门时间 一间分之一以上算高速快门 用于拍飞鸟水滴等移动物体 EV是曝光补偿 光线太亮直接调成复数 F表示对焦模式 FS单次自动对焦 适合拍人物 风景 AFC连续自动对焦 适合拍连续移动物体 MF是手动对焦 AFC白平衡 根据图标选择环境光线冷冷程度 现在你了解专业模式怎么用了吗 你拍的夜景照片 模糊 不过报 会设定为人拍的 果断进入专业模式 ISO设置 以白保证画质 快门速度设为十分之一 对焦方式设置为IFS 白平衡设置5600K 让夜景昏冷 自掉一点 开拍 普通人拍的车辆 轻斜 普通 看过我教程拍摄的 滑到专业模式 快门调整至2秒钟 ISO调整至100 拍车轨 快门调快至20分之一 ISO调整至50 拍车影 快门再调快至2000分之一 ISO调整至320 拍车型 出去吃夜宵 普通人拍的 画面太脏 色泽暗淡 看过我教程拍的 进入到专业模式 点击上方滤镜 选择来卡先验 ISO设置为100 快门速度设置为320分之一 白平衡调到6500K 采用低角度拍摄 看效果吧 华为手机里的微距相机 你知道该怎么用吗 我们点击上方的AI摄影大师 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靠近被摄悟 直到下方显示微距 这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光线对物体的影响 并注意个图 然后就可以拍摄了 普通人拍的演唱会 看过我教程拍的 点击专业模式 测光方式选择点测光 保证局部曝光准确 ISO选择12元 快门速度选择160分之一 白平衡选择5600K 开拍我们来看看效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